第18题如右图所示 有关螺丝起子与螺旋平盖的叙述何者错误 A前者是轮轴的运用 后者是斜面的运用 老师上课举过这个例子 我们的螺丝起子是轮轴的运用 而螺旋就是斜面的变形斜面的运用 所以呢螺旋平盖是斜面运用也是对的 选项A是正确 选项B两者皆可审理 我们的螺丝起子是施力在轮上的轮轴 施力在轮上轮轴可以省力 而螺旋是斜面的变形 斜面一定可以省力 所以两者皆可省力是对的 C两者皆可省功 这当然是错的 老师上课强调过 简单机械可以省时 可以省力 可以使用方便 但绝对不会省功 所以说两者皆可省功是错的 选项之 两者皆可传立功 这当然是对的 这就是我们使用简单机械的目的 透过它把我们的供传递出去 然后能够做到一些事情 所以选项出是对的 第18题问我们说 有关螺丝起子与螺旋平盖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两者皆可省功 这方面的叙述 我们答应了 我们答应了 我们答应了